老公 刚才大姑打电话 说她家小宝考上大学了 我去随个礼 哦 那你去呗 好 哎 老婆你等一下 你 打算随多少啊 这亲姑姑怎么也得随一千吧 那当初咱们孩子半满人就 她给随了多少啊 你还记得吗 嗯 她随了一百 那你也给她随一百得了啊 老公 现在谁还随一百呀 我不想 因为这点小事 亲戚之间闹得不愉快 我说一百就一百啊 老公 你看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行都听你的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睡吧 大姑 哟楠楠来了 恭喜啊大姑 小宝考上大学了 哟楠楠 你这拿的什么呀 我们家这么大的喜事 不都是三千五千的哪呀 大姑 我们家孩子那会儿 你不是就随了一百块钱吗 你们家那会儿 不都是三十五十的吗 我还给你随了一百 都是最高的了 现在你给我们家随一千 在我们这儿都是最低的 你好意思啊 给拿着 来 这一百块钱 你拿着 老婆我们走 哎 雪总 你们这啥意思啊 大姑啊 虽然我们家条件呢 为你们家好 但我们也懂得什么叫礼上往来 我们家孩子过马月的时候 你认我们家随了一百 但是我们还礼的时候呢 你却让我们还三千五千 做人呐 不能太过分 太贪婪 他叫你一声大姑 那是尊重你 好了 再见 你们走 哎 你这 什么人呀这是啊 老婆 老你随意呗 你偏不听 给人随一千 人家还不领情 非要热量贴个冷屁股 像这样的亲戚啊 我们能处就处 不能处就算了 有这些钱 我们自己他买点吃的 不消吗 老公 你说的对 咱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 比什么都强 这就对了嘛 走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为你善良 哎老板 那不是你的包吗 你们好 你们现在手里这个包是我的 可以还给我吗 你怎么证明这个包是你的 哎 我说你们两个臭要饭的 这还用证明吗 这么好的包 你们买得起吗 给我拿过来 哎 呃两位姑娘 这个包的确是我的 呃要是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看包里 有 一万块钱的现金 两张银行卡 最主要的 还有我的身份证 还真是你的 妹 把这个包还给大哥 谢谢啊 老板 你赶快打开看一看 看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少啊 不用看了 如果真是要少了东西 他们不会在这里等我这么久的 来 我这里有些钱 你们拿着 是我一点小心意 不老板 我们在这等你 不是为了你的钱 那好吧 那两位姑娘 我的公司就在这个楼上 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 可以随时找我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好 老板 你们能不能借给我们两个人点钱呀 老板 你看吧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好人呢 这是嫌你给的钱少呢 嫌那你要好处费呢 你闭嘴 姑娘 我刚才给你们钱不要 那现在为什么回过头来 你就管我借呢 老板 因为借的钱心里踏实 那你们需要多少啊 老板 借我们二百吧 够我和我妹妹回家就行 好 我这里有一千 来你们拿着 哎老板 这两个人呀 一看就是骗子 说的好听是借 拿什么花呀 家住哪里 电话号码是多少 不是的不是的 我们 在路上把钱给丢了 着急回去给我爸爸做生日 可是 我们的父亲生病了 也不知道还能过几个生日 并且 我们的手机 也不知道为什么 开不了机了 我看 他说的对 你们两个就是骗子 这个钱不能借给你们 要不这样吧 我还是送你们两个回家吧 真的吗 谢谢谢谢 那走吧 我的车在那边 老板 这 走吧 先过去看看再说 啊 啊 啊 爸 我们回来晚了 对不起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不是在外地打工吗 怎么回来了 爸 我哥妹妹回来 给你过生日 爸 您病得这么重 怎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呀 走 我们去医院 回 爸的病 需要好多钱 我不想拖累你们 爸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就算花再多的钱 也得给您看病呀 李总 小姑娘 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大哥 怎么了 两位姑娘 我听说你们的父亲今天过生日 所以啊 我特意买了个蛋糕 你们拿着 同时 我也希望你们的父亲 早日康复 谢谢 谢谢 行 那就 祝你们的父亲生日快乐 我还有别的事情 我们就 先走了 先走了 妹妹 我们走 你好 请问你们有没有在这儿 见到过一个手机啊 啊 小姑娘 小姑娘 你说的是这个手机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为了证明这个手机是你的 来小姑娘 你拿我的手机 给你打个电话 好 哦还真是你的小姑娘 来还给你 老板 这是您的手机 谢谢老板 不客气 哎 等一下姑娘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可以呀老板 你说吧 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东西吗 我们要去前面的工厂办点事 可以呀 谢谢啊 好 喂大林 啊 一会儿我把现金给你送过去 啊 啊 好 就这样 啊 闺女啊 你妈住院了 给你借的学费 学给你妈交手术费啊 要不 这个学就别上了 把夜生没办法 喂 闺女 你倒是说话呀 喂 小姑娘 你不用等我们了 那袋子里面啊有十万块钱 啊 你的事情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 赶快拿着他交你的学费 还有啊 赶快回去看看你的母亲吧 喂 大林 啊 那个现金我就不给你送过去了 啊 我给你转账吧 松哥 不是说我给现金吗 现金啊 现金 我送人了 愿我多么多么希望去问的谁 永不回来 只等你 令到我沉醉 就让风吹吧吹吧 不由大人回 哦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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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